我們現在人在台中港市政重劃區 這裡在空路 我看人家正在建設當中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台中港市政重劃區 這個是比較靠近無期市區的一個路 小當家 這條在空路 四圍中路 這邊算是比較屬於靠近老區的新區 還是靠近新區的老區 都是 而且這裡過去文化街美食區的那邊 這裡過去過一條馬路就到了 你整天一直說美食區 將來帶我們過去 這樣看 我們都要先看 待會兒廚之後我們就來看 來看那裡有空吃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四圍什麼路 四圍中路 四圍中路這邊算是機能比較好的區域 因為如果你是買在新區那邊 台中港市政重劃區的新區 你要吃一個便當 只能吃7000 也是有其他的 但是很少 也是只能叫Uber 我們有吃過那個什麼 蚵仔麵線 大長麵線 我記得也是在那邊吃 也是在那邊也有 有一些陸陸續續新開的店家 沒錯 但是這邊更方便 原本的店家都存在 那邊有公園 而且你如果不喜歡老區 那些看起來很舊的房子很多 其實這一區 看起來整個街角也算是還不錯 路也在孔心 也在弄新的 也是重劃區 就是說 至少電線沒那麼多 整個看起來 整個感覺街角是這樣 那這邊有一些新的建案 我們之前也有看過 我們今天要看哪一個設施 我們今天要看新翼的 嘉宏 嘉宏 嘉宏新翼 那也保家 對 因為保家畢竟 它推案多 所以也是多多少少 我們常常會 會遇到這樣的主角 什麼這樣子的主角 就是保家 就是像Toyota的車子一樣 不管怎麼樣 在路上 隨便停個紅綠燈 看一下左邊 看一下右邊 總會有一邊 是你的車友 哈哈哈哈 是這個藝術 所以保家也是類似這個意思 沒錯沒錯 但是買這種的 就是我們這個 奶超好洞 又燒 對不對 房子就是用來住的 獨佛 你是把你搭動這個藝術品 對不對 這樣我們再來說 不然房子 買來住 買來住的爽 自己開心最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的是哪一棟 在裡面 在裡面 過去大概100公尺 那我們就直接過去了 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Nullfail的一個兵器 它是 我們先開個燈 開燈了 有開個沒開 全新的啦 這個是什麼房型 二樓房 三房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是全新的房子 是給我們小小的兩顆小燈袍 所以可能比較暗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現場這個進來以後 它這個是比較標準 保家比較常會看到的一個格局 進來這邊 它做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欸 只有這兩盞燈 廚房有做電話版 這邊進來 通常這邊就看你要怎麼規劃 有些人他會整合這個區域 然後跟玄關區 他就做了一個 有一點像是有儲藏功能 然後多功能就對了 儲藏室有餐桌 然後有書房的那個工作區 就看你自己怎麼規劃 所以你如果說是這個房型 就可以規劃這一區 跟這一區 玄關跟這一區餐廳 是可以合在一起 因為它這個區沒辦法做鞋櫃 所以你沒辦法做鞋櫃 老實說你就只能 跟這一區一起處理 其實這個也是假牆 這都可以敲掉 所以往內縮 然後讓這個地方 可以做一點鞋櫃 也可以 看你怎麼規劃 冰箱再挪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進來了以後呢 它這個超級大 怎麼那麼長啊 這太長了吧 因為它跟餐廳 還是廚房的位置 喔 廚房跟餐廳的位置非常大 然後配一個一字型的廚具 這個是林內的三機 然後也配一個類似 這個烤箱耶 烤箱喔 然後我們再往它的 這邊看過來 曬衣架也都配好了 也都配好了 只是沒有配 沒有陰天花板 然後走過來 它這個配 是一個有點像雨遮的區域 雨遮的區域 所以會不會上面有人 這個等於是露台 你知道嗎 露台那裡 這間是露台庫 這間是露台庫 所以你這個如果不要遮的話 你可以走出去變成露台 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個冷氣的格障 這種的是冷氣師傅最喜歡安裝的 根本就沒有任何危險性 安全 那陽台的部分是這樣子 來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剛剛這邊是餐廳 客廳的部分也是蠻不錯的 我們如果沙發被搶在這邊 1 2 3 4 5 3米多的一個面關 3米多面關可以放到70到75吋的電視 然後看一下它這個 喔唷 看出去剛好是社區的中庭耶 這一戶還不錯耶 看出去是社區的中庭 然後等於是動具也比較遠 然後這附近也是比較安靜的景象 所以你就算是低樓層 應該也不會太吵雜 然後看過去 剛剛這邊呢 就是我們走過來那個很熱鬧的區域 比較有機能的區域 然後它這一個陽台也算是比較 眾生比較深的一個陽台 所以1 2 這個大概 我也不知道 1米8吧 大概是快2米 快2米的 所以你放個抗議都不是問題 大概是這樣 公共區域大概是這樣 你說有3間房間 對 3間房間 那如果這一間再加上去 這邊如果說是算成加1房 它可能算是3加1房 這是算大3房 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間 這個是第一個門 這個是一個廁所 配德瑞克全套連免制馬桶也是德瑞克 空間大小 一如以往的寶家 一模一樣 三建築再加一個乾絲分離 但是它有對外窗 那個對外窗 對出去就是剛剛那個天井後陽台的部分 看出去 後陽台 工作陽台 然後 配的是台達電的暖風機 Delta的 Delta的算是很不錯的暖風機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3間房間 先看這一間 這是最小的 這間是最小的 這間是最小的 因為它這個是對後陽台的部分 那個是陽台嗎 這是它露台 這是露台 所以也可以當作是陽台 這是對後面的區域 所以就是 那邊如果種一些花花草草 早上起來蠻舒服 這邊放雙人床沒問題 這是最小的間的 但是這間已經可以 現在很多3房的主臥室 大概也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看這一間 這一間就是次卧 為什麼它是次卧呢 因為它有一個陽台可以走出去 這個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露台 有些人不喜歡露台庫 但我們來看一下露台庫 這個露台有夠大 這是陽台型的露台 陽台型的露台 什麼叫陽台型露台 就是不是那種很 很像超廠 有一些露台你們看 很像超廠的那種 那個東西如果真的掉下來 很容易接到 這個比較不會 這有一半的機率 別人接到 不是我們接到 沒有啦 怎麼有那個事情 是不是 這也很少見 講得好像買露台庫的人 都會遇到 然後大概目前是這個樣子 來我們看最後一間 這是主臥室 主臥室 主臥室大概是這樣 主臥室的這個大小的格局 就是以現在的三房主臥室來講 已經算是比較 相對來講比較大一點的主臥室 現在要三房 要找到這種主臥室 比較小小間的 真是的 現在要買到一間房子 不容易 然後一樣看出去 跟我們陽台看出去的那個景觀 是一樣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廁所 兩間衛浴都有開窗 以現在目前的房子來講 真的是比較少了 德瑞克的衛浴 兩間也都有配免治馬口 這間有多一個浴缸 而且它浴缸旁邊有多一個檯面 這個檯面就是讓你可以放一些 洗衣 沐浴乳洗髮精 大概是這樣 然後一樣配台達電的暖風機 兩台都配台達電的 而且它有配這個浴櫃 這都是要錢的 我覺得這間格局還不錯 而且只是說它後面這兩間 可能採光會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其實現在的燈光照明都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倒也不是很大的影響 因為它有多那個露台 剛剛走出去的時候通風還不錯 通風還不錯 其實房子就怕通風不好會有霉味 會悶 會悶 所以我們就是像這個有通風比較好的 你覺得這樣子是比較舒服一點的就對了 OK好 那我們就是看了台中港重畫區這麼多房子來講 我覺得台中港重畫區的這邊的房子 好像是我們台中這邊想要買到這種格局 比較大的最後機會了 不然都很小型的 你有沒有感覺 我現在感覺上 包括如果你是在市區買那種三房的 大部分現在的主建加附屬 加起來大概都是在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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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24、25坪左右 這個是兩房吧 你說室內 對還是三房的 那這個至少都有27、28 甚至有30多的 在海線這裡 所以如果你是對於居住空間是比較大一點的需求的話 這裡雖然目前還沒發展到非常的熱鬧 但是未來是非常有可期待的 所以很多的北部客 或者是其他的縣市要來這裡的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買在市區 要那種豪宅 那當然那是選擇 但是這個地方我覺得度假宅是一個不錯的終極站 這個就是口袋決定你的地點 就沒什麼好說的 我們就口袋沒那麼輕 所以我們選擇這邊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好 而且我在這邊工作 為什麼一定要叫我去台中市咧 我就在附近工作 在山井Outlet工作不行嗎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有這邊地緣的人 其實我覺得你們真的非常幸運 你們還有機會買到便宜的房子 你說像我們在市區工作的 薪水也沒你們高啦 老實講啦 差不多啊 結果我們的房子是你這邊兩三倍 我感覺真的 生錯地方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好處啦 我們到那個高美師弟去看看夕陽也很近 非常的浪漫 你坐你們房子 坐你們路邊都去都不錯 晚上無聊 還可以去山井Outlet逛逛 那就不要廢話不多說 好好來分享一下 加紅心意 這個算是大三房 還加一個露台 然後它這邊其實已經可以算是加一房了 那這樣子一個大三房再加露台的這個部分 它的坪數是幾坪 是7.23加一個平面車位 那扣掉平面車位大概是在40坪出頭 40坪左右 40坪 40坪現在三房真的是奢侈的 很多30幾坪就給你做 30出頭坪 30坪的就做三房了 它主建家附屬也27坪 所以符合現在三房稍微大一點的主要 還有一個露台 對 OK好 那這樣子40坪左右的一個房子 再加一個平面車位 屋主開價多少錢 1168 1168 沒錯 這樣子的房子如果在台中 你大概要多少錢 台中市區 這裡是台中 大概2800到3200都有可能 真假啦 所以是全新的 一邊60萬 40萬 4624就2400的 再加個車位 200多萬 2600 2700 甚至你說它室內空間大一點 它可能 像我買的那裡 現在都一坪都70萬 70萬 4728 光是房子就2800萬 再加個車位就3000 所以我覺得不離譜 那邊比較離譜 這邊比較合理 這邊比較合理 這邊雖然也漲很多 但是相對來講 還算是我們勾得到邊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小當家聯絡 又有下方的他的聯絡方式 直接到現場來看 這個空間機能格局 適不適合你用 那如果你是最近 想買 你最近買的新房子 想要來分享你買房新的 或者是裝潢新的 歡迎跟我聯絡 第一則留言 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 在找台中港市政總化區 或者是海線這邊的房子 歡迎加入我們的物件群 小當家會隨時更新 最近的物件 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要脫手 也歡迎找小當家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